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长什么样 具体大家可以去回顾 大概讲的就是咱们加拿大的西洋参长得不好看 但是西洋参是非常正宗的地道的西洋参 天然太生长了 所以它不好看 然后生长环境水源很干净 土壤没有污染 也是原产地 大自然进化来的 所以这是最地道的西洋参 味道比较苦 比较浓 这是上一期讲的 具体大家可以去回看 但上一期讲完以后呢 有一些朋友就问我 加拿大的西洋参 如果我们知道了怎么辨别加拿大西洋参 在我们买的时候 西洋参的身灵到底是怎么判断的 但是上一期咱们讲到 西洋参 身灵越长 它的那个药用价值越高 所以大家这是个常识 那么大家都会想 都会说 怎么去判断西洋参的年龄 还有人不少的朋友 第一次买西洋参的时候 他们都会认为说 这个 你看我面前摆了 大中小三个号 这是咱们西洋参的三个号 他们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这个大西洋参 是不是圣灵就是最长的呢 咱们这一集就讲这个 西洋参是不是越大 圣灵越长 如何判断西洋参的年龄 OK 在讲之前呢 我们先挑出几个身 咱们做个对比 这个 大号的 这个是中号的 再挑一根 小号的 好 我们现在拍个近拍 好 咱们现在呢 问题来了 现在面前摆了三根参 这个问题就是大家猜一猜 这三根西洋参 哪一根参 哪一根西洋参呢 它的参灵是最长的 OK 在你们思考的时候呢 我们来测一测它们的重量啊 三根参 看 把这个秤拿过来 OK 三十六克 第一个是三十六克 OK 这个大的是三十六克啊 这个中号的 十 十克 OK 这个身是十克 这个小的 只有两克 OK 那么好 你们的答案有了吗 现在我公布答案 这三根深是咱们的大中小三个号 这三根深的深灵是多少呢 我公布答案 它们是五年六年和五年 就没有低于五年的深 这个大的是五年的 这个中号的是六年的 这个小号的是五年的 OK 咱们来看一看 怎么判断深灵呢 咱们之前学过要判断西洋深的 那个炉头上的炉瓦 数头的炉瓦就知道深灵 我们现在咱们数数试试 这个大的 这个部分就是炉头 整个这个头部 这个凹进去的 这就是炉瓦 它一年一个炉瓦 我们现在开始数啊 我们现在数数深灵看看啊 首先身子是一年 然后这一块 这是第一个炉头 这是第二年 这个瓦澳进去 这个第三年 这个是第四年 比较清楚 最后一年就更清楚了 在这儿 这个炉瓦 这是第五年 知道了 这是五年 这个我拿的是六年身 这个我挑的都是脖子长的 比较好数 身子是一年 这个是第一年 凹进去的 看到没有 能看见凹进一个坑才是 这鼓起来都不是 这是第二年 这个是第三年 比较明显了 这是第四年 OK 这个是第五年 OK 这个是第六年 OK 这个我拿的是六年身 这根身就是六年身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小身 小朋友 这个身其实叫天山同老 它长不大的 叫珍珠粒 身子是一年 这是第二年 比较明显 第三年 在这 第四年 在这 这第五年的鸭头 还在这 还带着鸭头呢 OK 这个是五年身 五年六年五年 刚才咱们通过那个 近距离的那个 那个微距观察 然后大家也 看到了 其实西洋身的大小 跟他的年龄 没有关系 也说这么大个的身 跟这么小个的 小个头的西洋身 他们俩的身 是一样的 并不是说 这个小个头的 他的身 就短 这个大个头的 他就 身 就长 他的年龄 跟他的个头 没关系 他俩是一个年份 都是五年的 这个还是六年的 这个 比较他小 所以 再次强调啊 大小 跟西洋身的大小 大小 跟他的身灵 没有关系 跟身灵 有关系的 只有一个 就是他的 就是一个判断 一句 就是属他的炉头 这上面这个炉头 刚才咱们也 进去去看了 炉头上的炉瓦 那么 有人 这是什么原理啊 我大概再给大家 解释一下 西洋身呢 它种在那个土里边 它是 它是属于 咱们现在看到的 都是西洋身的根茎 是根部 西洋身种在土里边呢 它在土壤里边 它每年呢 它都会发芽 春天的时候 它会发芽 生长 长出来 大概这么高 我说 就从桌子到叉 这么高 大概二三十厘米高的 那种 或者三四十厘米 不会 不会太大 那种 地埋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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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和叶 就地表上面 它也 它也 它也要 发芽 开花 结果 上面还会长 那个小红果 最后就是 到冬天呢 经过春夏秋 到冬天的时候呢 就落了 落了以后呢 它就是从 那个卤碗上面 那个卤碗 那个像 凹进去那个碗 那就是 它每年发芽 长出来的时候 它从这个 从这个卤碗处 长出来一根茎 上来 上面开枝散叶 最后还 结果实 冬天的时候 就是个地表上面 部分就没了 特别是加拿大这种 北美这个 冬天是特别长的 比较寒冷啊 这个冬天比较长 所以它地表部分 就彻底就没了 没了以后呢 就留下一个 这个 茎的这个根 这个碗 这就留下来了 到第二年的时候呢 它会继续 发芽 继续 那个长出 净和叶 第二年 它怎么发呢 它会在上一年的 那个卤碗 就那个 那个疤痕的旁边 再长出来一个 然后再长一个 然后冬天呢 又落了 就留下一个疤 然后 再一年呢 又是从那个 卤碗的旁边 再长一个 再落 这样的话 它每年都有一个这个卤碗 每年它都会留下这样一个疤 我们叫它卤碗吧 你就通 这个是没法造假的 它是天然生长的 所以它也就属卤碗 也就成了它属它身灵的唯一的一个依据 而且是非常准确的 所以如果你学会了属卤碗 你基本上你到哪都能买到 就是买到你想足灵的身吧 就是你 你能判断身的好坏的重要依据吗 你就能买到那个高灵身 这个 这就是它的 大概的这个 原理啊 就是 生长 然后就留下一个疤 它第一年的时候 为什么它的身子算是 还有人会问 它的身子为什么要算一年 因为它第一年的时候 西洋参 你看见它会结那个小红果 那个小红果 它是需要经过育种的 那个红果呢 并不是把那红果实直接扔进去 它就会长 红果实 是外边那红色那个皮 你给它包开了 里边还有一个白色的 白色的心 就挺小的一个 小小的那个果实 那个才是它的真正的果子 这个果子呢 它放下去以后 它还需要经过大概一年左右的 这个育苗 就是生长育苗期 育种期 就是它的身子本身就算是一年 OK 所以是身子 卢瓦 再加上它的那个 最后那年的卢芽 还一般都带着卢芽 有的是掉了 那个无所谓 就是掉的话 它就是个坑 不掉的话就带着卢芽 带卢芽 就是它最后一年 所以我们那个图片上也有 也是也有解释 大家可以再看看那个图片 我会把图片再次贴出来 好的 我们这一集就讲到这儿吧 如何判断西洋生的身临 西洋生的大小 跟西洋生的年龄没有关系 所以通过鼠炉头 来判断西洋生的生命 OK 如果您有收获 就欢迎关注 点赞 转发 有点感谢 买身可以找老梁 谢谢您的关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